我 第十五集 我知道这人的确有点学识 就问他 梁师爷 你这方面的见识应该比我们多 你估计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的火把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等一下火灭了 就真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得快点想个办法 一再下看 我们之所以走了个圈子 是这里的尸体排列有问题 这几千只头骨纵横交错 其间可能运用了某些奇门艺术 使得整个山洞变成一个迷宫 你知道诸葛亮的八阵图 用几堆石头就能困住十几万大军 这里的几堆骨头困住我们三个 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吗 诸葛亮驱兵取乱石 在临山傍江的渔富谱沙滩上布起石阵 挡住陆逊的故事 我和老养都知道 可是小说描写毕竟是夸张 我根本不相信区区几堆石头就能有这么大的作用 要是果真如此 还要造这么多坦克大炮干什么呀 老杨也不信就对他说 我说师爷 你可别拿糊弄广东老板那一套来糊弄我们 您自己可也困在这儿了 这八阵图的事情 我听评书里说过 干的不是你说的那回事 况且了 咱们在悬崖上看的 这里的骨头排列 说完这个 老杨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忙捂住了嘴巴 向四周作医 轻声地说 大吉大利 小孩子不懂事 各位别见怪啊 梁师爷说 这可不同啊 你在上面看的是个大概 就这么点时间 你能把尸体之间的脉络 走向全记下来吗 下来之后 这里一片漆黑 只要每一具尸体摆放的 稍微偏移一点 就可能把我们引到 事先设计好的骑路上去 不知不觉 就在走回头路了 两位小哥也是过来人了 大道理 我也不说了 古人的心智 我们可不能小看啊 我觉得梁师爷说的有点道理 但是也不能全信 不管怎么说 这里肯定是有什么蹊跷 要走到那块空地啊 恐怕不是简单的事情 又问他 又问他 有什么主意 梁师爷叹了口气 哎呀 不是在下吹牛啊 这区区一个阵法 我是不在话下 不出意外 定能守到勤来 不过凡事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恐怕咱们的火炬 坚持不到那个时候 况且在下认为现在这个时候 咱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要先解决 我知道他的意思 顿感头疼 眼下的主要问题还不是破这个阵 而是怎么面对我们的处境 不走不是办法 走下去也不是办法 这一次能走运回到原来的地方 再走下一次就不一定了 到时候火把一熄灭 前不着村后不着地 不困死才怪呢 其实破阵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从边上那些尸体上踩过去 不过这个建议谁也没提 僵持了几分钟 火把上的火焰扑腾了几声 逐渐的虚弱了下来 老仰看了看火把 他娘呢 我有个点子 要不我们一把火 把这里的骨头全烧了 给他来个火烧连营十八里 烧光了就干净了 我一听这人实傻实聪明 这种点子也想得出来 我说老仰这里的骨头 都已经快石化了 绝对烧不起来的 而且就算烧起来 你这不是等于自焚吗 就算不烧死 也给烟熏死了 算了 我看这样吧 我先往前走走 你们看着我的火把的走向 一旦我的移动偏移了方向 你们就叫停我 我们就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不行 万一走到一半火把锡了 你一个人情况更糟糕 到时候谁去救你 这种时候我们绝对不能走散 我也是急了 刚想反驳 手上的火把突然闪动了几下 终于坚持不住 扑吱一声就熄灭了 火把一熄灭 本来就不甚明亮的空间 突然一片漆黑 我吓出了一身白毛汗 火把差点脱手掉到地上 粮食也胆子更小 当时就怪叫了一声 撒腿又跑 才跑没几步就听到 砰的一声 大概是撞到了什么上 疼得嗷嗷直叫 我掏出打火机 照了照火把 发现上面的燃头 并没有烧完 不知道为什么火焰就突然熄灭了 难道是风吹的 可这里也没风啊 老养性灾乐祸 老吴 你的手的确不行 这火把也太不经烧了 说灭就灭 这真真是非洲爸爸 跳绳子 嘿 老子一跳啊 你他娘的啰嗦什么呢 有空挤对我 不如去看看师爷怎么样 别给摔进死人堆里去了 说着 我将火把重新点燃 抬高一看 只见梁师爷正倒在一具海骨上 骨头架子散了一粒 我上去将他扶起来 只见他面色惨白 给吓得不轻 老养拍了拍他 师爷 你还真是逗啊 就您这胆子 还想来倒倒 梁师爷见火把又烧了起来 松了口气 两位别误会 在下不是怕黑 是刚才他娘的好像有啥东西 在我脖子后面吹气 凉嗖嗖的 我以为粽子出来了 一下子给吓得没魂了 什么凉气 我看你的凉汗滴脖子里去了 这粽子在您背后 不啄您一口 还往您脖子上吹气 他娘呢 您以为粽子都是小姐吗 是啊 梁师爷 镇静一点 别自己吓唬自己行吗 这 哎呀 两位小哥 千万要信我 刚才肯定有人在我后脖子上吹气 我感觉呀 真他娘的瘆人啊 我看这里不止我们仨 还有别的东西在 我看他的表情 想起刚才火把突然就熄灭了 觉得梁师爷的话也不是完全不可信 火把不比蜡烛 上面的燃头布烧光是很难熄灭的 刚才这一下子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了 而且在这种地方留个心眼总是好的 想着我给老杨使了个眼色 意思是还是去看看保险 老杨点了点头 两个人掏出枪来 一前一后就往梁师爷刚才站的地方走去 梁师爷刚才站的地方 身后一尺不到 就是一具食人 食人的脑袋已经干枯了 绝对不会是这东西吹气的 那唯一可以藏身的地方 就是食人的背后 我和老杨小心翼翼的走过去 先用火把探了一下 然后再侧头去瞄上一眼 生怕有什么东西突然冲出来 然后老杨猛的跳了过去 这 这 这 举 举 举起手来 什么都没发生 后面什么都没有 我松了口气 心说看来梁师爷确实是吓糊涂了 不过 这也不能怪他 刚才这种环境下 要是以前没来过这种地方 害怕是难免的 想当年在鲁王宫里 我还不是一样吗 胆子这东西 的确是要靠练出来的 老仰白了我一眼 摇了摇头 两个人转过身子 刚想将枪收起来 突然扑驰一声 我手上的火把又灭了 我一下子懵了 怎么回事啊 这火灭的也太突然了 就在这个时候 黑暗中的老仰忽然大叫 我靠 老仰当心呐 这里真有什么东西 快把火火火火把 点起来 我一下子醒悟过来 忙去掏打火机 还没摸到呢 突然背后一凉 一道近风闪电般的 袭了过来 我心就糟糕啊 黑灯瞎火的 看不清来的是什么 忙一矮身子 那道近风 贴着我的头皮就掠了过去 同时我脚下一个亮枪 扑倒在地上 这一跤摔得倒不是很疼 只是撞到了边上几个十人 稀里哗啦的 不知道什么东西掉了我一脸 我顾不得饿起来 急忙打起了打火机 以最快的速度将火把给点了起来 一照之下 只见老仰和梁师爷都面如土色 趴倒在地上 梁师爷已经吓得糊涂了 只叫阿弥陀佛呀 老仰心有余悸 快照着 他娘呢 刚才他到底是什么东西 怎么速度这么快呀 我咬紧牙关站起来 举着火把一转 发现除了 又给我们撞翻了几个十人之外 四周什么变化都没有啊 连个脚印子也不见一个 当下这心里就骇然 刚才那一道进风急如闪电 可见对方靠得极近 可这里石头和尸体密布 就这么打起打火机的功夫 一片漆黑的 就算逃得再快 也不可能什么痕迹都不留下呀 我又转念一想 我靠 难道是真碰上了鬼不成 火把灭了两次 难道这鬼还想效仿鬼吹灯吗 把我这火把当蜡烛了 他娘呢 也太没职业道德了 要吹也不能吹火把呀 我把火把压到肩膀下 免得突然又给熄灭了 然后将梁师爷架起来 这人已经进入恍惚状态了 怎么拉都站不直 就像贪稀泥呀 我提了两把 实在拉不起来 老杨没有办法 上去就啪啪给了两个耳光 我怕老杨下手太狠了 忙把他拦住 这时候梁师爷倒反应了过来 一看四周 嚎啕大哭 哎呀我的娘啊 你说我这个人真是多事啊 好好的在家待着多好 干什么学人家逗逗啊 这下子完蛋了 可死异香啊 老杨看他没完没了 一把捂住他嘴巴 就你 有完没完 一把年纪了 害臊不害臊啊 再瞧瞧 我们把你扔着 你自己爬回去 梁师爷是情绪失控 被我们一下唬 他马上抹了把脸 不敢再发出声音 老杨转过头问我 哎 老吴 刚才那是什么东西 你 你有没有看清楚啊 是不是粽子 我朝他招了招手 不会的 你看我们打了个照面 连对方毛都没看见 粽子没这么快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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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 这里这么多死尸 要说没粽子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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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信呢 我听说 粽子 也有分等级的 该不会是 我们我们这次不巧 碰到了粽子里的轻功高手了吧 我不想和他扯皮 走到给梁师爷撞散架的那几具尸体标去 用手枪拨了拨里面的东西 这里的环境这么潮湿 大部分尸体已经只剩下骨头了 上面还长着黑色的霉丝 这东西绝成不了僵尸的 我敢用我的人头担保 梁师爷这时候 总算镇定了下来 抽着鼻子说 两位小哥 这是不是粽子 和咱没关系 我看趁着现在还有火把 我们还是快点爬回到悬崖上面去 以后的事情再想办法吧 我知道啊 他是经不住刺激 萌生了退役了 便拍了拍他 解释说 现在敌在暗我在明 如果现在去爬悬崖 指不定什么时候又来一波 我们避无可避 就只能到阴曹地府里 去哭给阎梦听了 所以局势没明朗之前 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哎 哎 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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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得对啊 这 这不我们还有枪呢吗 哎 就 就 就算这真是粽子 一 一两只我 我们也也不怕的 梁师爷一把鼻涕一把泪 在那里直摇头啊 小哥 您别安慰我 就我们这两把枪 碰到粽子是死定了 恐怕留个全尸都难呢 我没碰到过真正意义上的粽子 也不知道枪打不打得动 不过既然是肉做的 我就不信还能硬得过子弹 想到这里 我的脸色算是缓和了下来 没刚才那么紧张了 想了想 觉得啊 就等在这里也不是办法 还是得往前走 要真不行就惨尸体吧 反正啊 现在也给我们撞翻了不少了 没什么好怕的 至于道义问题 自己小命不保 我也管不上了 老杨一听 也觉得这是没办法之中的办法 当下我们架起粮师爷 手枪上膛 还是老杨打头 我殿后 三个人咬紧牙关 顺着小路再一次 往尸镇的深处走去 我们上一次走过的时候 留的痕迹还在呢 我记得有几个地方 老杨还特别用力 在泥地上踩出了几个脚印 我们顺着这些痕迹一路过去 果然没有发现任何的岔路 走着走着 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 怎么这里的尸体 腐朽的都这么不均匀呢 有些尸体烂的 连骨头都没了 可是有些却还有皮肉 刚想把它们叫停仔细看看 突然光的一声 地上一具骨架子 突然就散了架了 骷髅一下子滚到一边 我吓了一跳 刚一回头就听扑枝一声 手上的火把第三次熄灭了 我有了上次的经验 马上一蹲身子 这时候就听边上一阵混乱 老杨大叫 我逮住他了 他话音未落 我就不知道给谁踢了一脚 正中脸部 差点给踢晕过去 随即我就听到 稀里哗啦的一连串 骨头压裂的声音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慌乱之中 我忙将火把点燃 定睛一看 只见老杨正和什么东西 扭打在一起 已经滚进尸堆里了 整一排骨头 给撞得七零八落 人头骨散落一地 我赶紧上去帮忙 却发现根本帮不上手 那东西体型不大 却猛劲十足 老杨一百多斤的体重 压在他身上 也压不住他 两个身体滚在了一起 横冲直撞 我根本就进不了身呢 而且稍有不慎 就会莫名其妙地 被踢上一脚 我几次尝试 都无法进入战团 只能站在外面 干看没办法 一会儿功夫 老杨就要坚持不住了 那东西几次都几乎成功脱身 我一看 再不去不行了 只好招呼良师爷 两个一上一下 扑到老杨身上 将老杨和那东西 压在身子底下 老杨也没想到 我会来这一招 给压得够呛 你他妈的 又这点啊 老子 几两骨要断了 我使劲按住老杨 将三个人的体重 完全压在下面那东西身上 发现没什么动静了 才问他 怎么样 那玩意儿死了没有 我 我不知道啊 不过你他娘的再不松开 我就要 要死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 小说播讲 盗墓笔记之 秦岭神术 本剧由一路听天下 3w.t1678.com 轻轻制作 听众朋友 本集盗墓笔记之 秦岭神术 播送完了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